我覺得人真的要相信你自己 給自己一次機會 就是你去做你才會成功 其實我個人的話 目前就是從事美容方面教育已經滿多年了 就我個人的經驗 就是目前 其實市面上的教育機構 普遍是有一點點稱之不齊的 所以當初我們就一起成立了 中華國際美容美法教育協會 就是為了幫助這些有夢想的同學 可以有一個很好的場地 去實現他的夢想像 其實我們協會目前的主軸 是培養在美業方面的專業人才 一個就是輔導學生考證照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有提供他們一些 非常專業的技術課程 考證照的話我們其實有很多證照 美容美法各方面技能都有 那我們的話不只是國內的證照 為了讓學生更加專業的話 我們還有輔導學生去考取一些 國際證照的部分 我們這邊的話是擁有幾乎是百分之百的錄取率 這個是我們自己還滿驕傲的地方 我們幾乎說是南瓜的美容產業這一塊 許凡說是像 美甲 美睫 美髮 紋繡 維刺青 然後還有現在流行的 柴耳 耳珠 韓式皮膚管理 日式Spa 沙龍等等 而且還在陸續增加中 所以其實我們的課程內容非常的多 只要你有想要學習 你想要成功 你有自己的夢想 的話 每一個人他都是可以來學習的 因為我們的話就是會從 最基礎的地方開始教你 就算你是從零開始 你想要加入這一塊 我們都可以幫助你這樣子 所以是適合每一個人 我覺得我們協會 在目前坊間的教育單位 其實有很大的差異 譬如說我們的師資 我們請了老師 他是在這個產業別 然後也是非常專業 且資深的人才 然後再來的話 整個老師已經都是擔任過 國內 國外 各大比賽的評審 然後現在的話 就是是現場的從業人員 所以的話他永遠 他教給你的技術 都會是最新 對你來說是最有用的 所以就是說 從老師身上有學到技術 一定是說 你可以馬上進去就業 或是去創業這樣子 其實我們就真的是學到會 所以我們沒有所謂的限制課堂數 在外面工作或是創業的時候啊 你可能會有一些問題 那你想要回來詢問我們的老師 我們也都OK 我們也都隨時歡迎你這樣子 我們目前主要是在台北 那就會有一些中部 南部的朋友 其實真的是還蠻多人來問的 然後我們就是會想要在台中 再開第二階 再開去高雄這樣子 就是這個美業 這個大環境啊 它其實是與時靜靜 就是它東西是一直不斷的在更新的 那我們這邊的話也不會守舊 我們會一直去調整這個課程的內容 會把最新的技術都加在這個課程裡面 這樣子的話就可以確保說 我們的學生來我們這邊學習 他學到的東西 永遠都是最新 然後最有用的這樣 好,看到我 那你記得 我還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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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可否 讓我上課